嗨 大家好 我是小薇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吃 以及想跟大家推荐我最近很喜欢的四本书 这四本书分别是 胡安妍的《我在北京送快递》 《红爱珠的老派少女购物指南》 《伊藤比与美的必经济》 以及《Michelle Donna的《没有妈妈的超市》四本 这四本书的话其中一本是男作家写的 三本是女作家写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先来推荐那本男作家写的 先把它讲掉 就是这本 《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妍写的 这本书没有任何人推荐我 是我自己照来看的 胡安妍描述的就像他题目上说的 我在北京送快递 他写的是他的几段打工经历 分别是在北京送快递 还有在上海当关于最新车车店的一个店员 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散的打工经历 然后在当中所碰到的一些人 遇到的一些事 还有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 每个人读书的目的不一样 我读书的目的不是说 非要学到一点东西 我希望更多的是可以找到跟作者的那种共鸣 或者是看就是作者有哪些新的想法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 所以我很久没有推荐过很多男作家写的书了嘛 尤其是这种nonfiction的 跟自身经历有关系的这类型的书 这类型的书很多男作家写起来都会有一种对试图教会你点什么 胡安妍这本完全没有他完全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要教会你点什么 或者是要卖财有那种歌颂苦难的意思 虽然我没有做过纯体力的工作 其实世界上应该是没有纯体力的工作 大家读这本书就知道了 哪怕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体力占多数的快递行业吧 你怎么送快递 你从小区哪个口径哪个口出 你怎样可以达到效率最大化 你怎样可以跟客户维持好关系 这些都不是完全靠体力可以做到的 也是要靠脑子的 所以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 你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的那种心态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如果follow我比较紧的朋友们 应该发现我在B站把上一期的傻白甜那期给删除了 最近就有好多人来问我说为什么把它删掉 我就想在这里稍微讲两句 因为对我觉得我被攻击的蛮惨的 就下面很多评论说的很难听 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嘛 主要怪自己不好 就这个傻白甜这个标题起的不太好 可能让很多人对号入座的 觉得我攻击了他们 我希望各位朋友相信我的本意不是这样的 傻白甜那期是临时想的 他的那个素材主要是来自于我跟我妈妈的闲聊 就是我跟我妈妈两个人都认为 一致认为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老爹就是一个傻白甜 对我在讲的时候 可能脑子里面一直是在想着我父亲的 那个一些言行直指啊 一些行为啊 所以可能是特别特别的让人有代入感 很多人都是我描述的非常的细致 其实这是我观察的结果了 反正我跟我妈都公认 不能叫公认两个人好像不能叫公认 反正我跟我妈两个人都认为 她是一个很典型的傻白甜 她就是人不坏 人挺好的 长得也不错 帅气 老了也不愁 对你不能说她有什么坏心理 但是你作为跟她在一起生活的很亲近的人 其实有时候是压力非常非常大的 我只是说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跟这样的人交朋友其实是比较累的 反正anyway我已经删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我想说对我一个大写的软弱的人 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人 我在这本书当中看到胡安妍面对一些事情 她解决不了的 或者一些客人她就觉得应付不来的 她也会呈现出那种软弱的一面 让我挺有感触的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可以像她一样拿起笔 用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文字 用我们所熟悉的母语 可以来记录些什么 或者我们不去说是记录时代的洪流什么的 我们就讲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心事 其实你永远不知道的 也许也许你就会让世界上的某一个人 产生了非常非常深的共鸣 跟你产生了很深很深的连结 第二本我是想给大家推荐这本 伊藤比旅美的必经济 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推荐给我看的 他前一阵回上海探亲的三四周 他说他在上海的时候一直在看这本书 然后又看到他的父母慢慢慢慢的年纪大了 然后他特别有代入感 因为其中伊藤比旅美也有介绍 他是怎样就是送走了他的妈妈 送走了他的爸爸 然后我读到后继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先生也走了 也就是说他一个人本来是创立了一个大家庭 就是先开始是跟他先生结婚 然后有了两个女儿 然后那时候父母也都在嘛 但是过了人生的中场到了下半场之后 又慢慢的缩回了一个小家庭 先是对爸爸妈妈都走了 他的先生也找他一步走了 然后两个女儿好像都 女儿我有点不记得了 然后大女儿是结婚了 并且生孩子了 就他已经是grandma当外婆了 小女儿好像对也在亲密关系之中吧 好像也不跟他住在一起了 所以他到了人生的下半场 又慢慢慢慢的截然一人的故事 一开始我看这个标题嘛 我还以为是重点描述更年期的 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不是 他主要就是讲一个女性 一个在传统的日本受教育长大的一个女性 尽管他其实没有那么传统 他的很多想法还是非常非常的现代 非常非常的时髦的 但是他毕竟是 人不可能脱离这个社会存在 以前读的黑箱 而且黑箱的女作家 哎呀名字一下想不起来了 他同样也是 他就是走了完全跟日本传统女性 不一样的一条路 但他毕竟也是受日本教育文化长大的 他身上还是有摆脱不了的那种烙印的 伊藤比玉美同样是这样 他一开篇了一篇就说 他其实是在加州生活 那美国加州大家知道太阳很厉害的 然后所有的美国人都毫无未知的 而迎接加州的那种烈日 然后晒的都是又黑了 身上有很多斑点啊这种 他也想学着不在乎 他也想学着潇洒 可是他因为要照顾父母的关系 那个时候就长期两边跑 然后一到日本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格格不入 日本女人都是白白的滑滑的 皮肤很好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就会觉得 哎我在这里真是像一个外人一样 所以难免他也会心里有种 我也要care一下 我也要在乎一下的 我特别特别可以理解 我也觉得是非常非常坦诚的 我对散文的自己一点小小的要求 就是我希望他是坦诚的 哪怕他的想法是先进也好 后进也好 我这本散文满足我的要求 而且我在阅读的时候也能感到很多乐趣 剩下的两本的话 我是想放到一起讲的 一个是没有妈妈的超市 一个是老派少女购物指南 Michelle Zona的这本是没有妈妈的超市 我这本书是我是在我这里图书馆借的 是台版的 我也有一本简体版的 然后我借给我的朋友了 所以不在 我就拿了这本书跟大家讲 两个版本我都看了 说句实话 我觉得台湾版本翻译的更好 很巧的就是Michelle Zona的这本没有妈妈的超市 他的序 孤女的灾后重建之书 就是老派少女购物指南的作者红爱珠写的 所以我就觉得哇 好巧 就都连起来了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来看一本书 是不是一本值得读的书 我推荐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序 你在序里可以读到好多好多讯息 是不是给他写序的那个作者或者是那个名人是那种商业互吹的 你能感觉得到的 就他是不是真的真心实意的在推这本书 绝对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红爱珠的这本购物指南 大家可以去翻译一下那个序 你就会知道给他写序的这两位 是前辈吗 我也吃不大准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在推荐他这本书的 并且都可以讲出他这本书到底好在哪里 然后没有妈妈的超市红爱珠给他写的序 你也能感觉到红爱珠是很喜欢这本书的 以及这两本书 还有一个什么很大的相似性 就是都是妈妈走了 像红爱珠说的嘛 他说如果他的妈妈还在的话 他是不会提笔开始写文章的 他会像原来一样无忧无虑的享受 跟他父母在一起度过的那种亲子时光 尤其是跟他妈妈的 其实Michelle Zona我觉得大部分也是 他虽然在大学当中好像上过那种创意写作客 我好像看过他的履历啊 好像有提过那么一笔 但是我觉得他最大写这本书的动机 还是因为想写一下自己在失去了母亲之后的一些心目历程 以及他跟他的妈妈的一个对千回百转的一个情感故事 Michelle Zona的没有妈妈超市 我读的最有感触的地方就是 首先他的妈妈是那种比较传统的韩国妈妈 东亚家长 带他朋友们读的话也能从他妈妈身上找到自己妈妈的影子 我也是 就像他说他妈妈从来没有跟他说过对不起 也很少说我爱你 就这些话 我回想起来我爸妈跟我讲过 对不起吗 我爱你 完全没有 从来没有 他们表达爱意的方式 就是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 记住你的一些偏好 包括他说到他的妈妈会给他准备的一双靴子嘛 然后为了让他穿得很舒服 他的妈妈跟他的脚的size不一样 他妈妈就在家里穿着两层袜子 然后套到他的靴子里面 在家里走来走去 就是为了让他把靴子稍微撑撑开 把皮撑得软一些 然后让他可以穿得更舒服 就是非常的用非常具体的行动来付出 他其实是很爱你的 我自己有妈妈 然后我也有一个女儿 我特别可以理解那种 跟自己的母亲有时候矛盾 说不清道不明 就像上野千赫子说的 女儿往往是母亲 最最激烈的批判者 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立刻想起了没有妈妈的潮湿这本书 最后就是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 老派少女购物指南 这是我最近读的最喜欢的一本书 最近我一直在追台湾的me too嘛 台湾女生的文笔都真的好好 这个文字功底都非常的了得 我觉得至少你读起来 没有任何的理解障碍 都会第一时间就知道 他们到底写的是什么 他们描述的是什么心情 而红爱珠的文字功底 不得了 真的是非常好 就像是当中所写的 他说他不是写吃的写的好 他就是写的好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简体中文嘛 说句不客气的话 真的被污染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严重 有这样那样不便说出口的原因 我们很多都用莫名其妙的那种 英语的26个字母来指代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大量的那种缩写 其实我也挺喜欢有些东西用缩写的 可是在简体中文世界 未免有点太多了 我也很喜欢网络用语 它可以让这个部落的人产生连结嘛 就语言是一种code 也不是说我都讨厌网络用语 但是我觉得用的太多了 连一些就是比较要求精确性的一些文字上 也会用上大量的 不知所谓的网络用语 就用的也不好嘛 觉得我在读红爱珠的这本 老派少女购物指南的时候 就是给我的大脑 给我的中文又好好捋了一遍 我的母语啊 真的 所以我还是非常非常感谢 很多很多的台湾酒家 像红爱珠 像之前我推荐的吴小乐 我都觉得他们都是文字功底 中文功底 非常非常扎实 也是因为红爱珠的妈妈生病过世了 他在照顾他妈妈 随着做一些妈妈想爱吃的菜 来给妈妈吃的过程中 发现了食物是几代人的一种纽带 包括他的外婆呀 他说他们家三代人三代台妹 所用的少女并不是指他 而是指他的妈妈和他的外婆 妈妈呀外婆呀都不是生下来 就是妈妈和外婆的 他们都是如花似玉的少女 第一篇的最后一句 他说外婆是已经不在了 以为可以陪我很久的妈妈 也转身就离开了 在这个百年老街上四下环顾 竟然只剩我一个人 然后呢我在其中也读到了很多自己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比如说我也很想试一下怎么用直火来做饭 因为我长那么大 我从来没有直接在煤气炉上烧过生米饭 从小到大一直是用电饭包的 但是我觉得黄爱珠说的很对 他说直火生饭其实没有那么难 他认为是从孩童就应该开始学习的人嘛 就是因为开始了生火做饭 吃了熟食 我们的大脑才进一步的发育了 我们才跟动物脱离开了 所以做饭这件事情 他说尤其是如果你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扎实的女性主义者 你就更应该学会的东西 这点我也是深表赞同 我为什么说想跟大家聊一聊吃呢 就是我最近看了非常红的白人饭 我其实实不相瞒吃了好久的白人饭 之前一直是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嘛 也是由我妈妈来负责煮饭的 所以我没有下厨的机会 我只会做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泡个茶 冲个咖啡 煮泡面 蛋炒饭 这些都OK 但是稍微难一些的就不行了 而我一到澳洲来 就是自立门户之后就发现怀孕了嘛 然后我呢也是从小到大就立志于要忧生忧郁的那种人 得知自己怀孕了之后我就非常care自己吃的什么东西 我一直觉得要吃的营养要吃的健康嘛 但那时候我又不会做饭 所以我每次都是去找了一些书来看 就是吃什么东西会对小朋友比较好 然后就照着做 但是看开始又做的很难吃 所以我最后就是比如说弄一颗西兰花 切开洗干净之后放在水里白灼一下 然后就捞起来 再一点酱麻油就这样吃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只考虑了这个食品的营养价值 只要有营养只要能活着 而不是想它的那个色香味啊之类的 所以白人饭这点我是特别有体会 然后对那段时间我先生其实他会做西点嘛 但是他那种真的你正儿八点想吃的饭 你就是吃不到 所以那段时间我也是中午吃了好久的三明治 都是他给我准备的 就是导致我到最后是一打开那个面包袋子 一打开那个面包 闻到那个就main那次的味道 再闻到它跟那个生菜 不光是生菜有一种苦苦的菜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细细的苦苦的 一闻到它跟那个菜mix在一起的那个味道 我就 我就 什么都吃不下去 对就是受过一点苦 吃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白人饭 之后我觉得实在是不行 实在是受不了了 然后开始痛下决心 就是我要好好的学做饭 我要喂自己喂饱自己 然后红爱珠他在书里面也有写到 他说如果你是非常依恋这道菜的话 那你一定要 比如说是你的妈妈或者你的爸爸做 那你一定要赶快把它学会 你要多练几次熟悉了之后才能有一记傍身 以免就是像他的妈妈这样人不在了 记忆当中那个亲切熟悉的味道 就再也没有办法可以有一个实体来提醒你 你的记忆就会变得毫无停泊的地方 也让我觉得非常有感触 然后我也得知了就是有很多菜 我以为是上海的那种本帮菜 家常菜就是很多人都会做的 但我发现原来不是 是我妈妈的自创菜 就我非常喜欢吃我妈妈做的 苏自哈操毛豆 就是梭子蟹和毛豆一起 然后这个菜的做法呢 其实说难也不难 就是一定要新鲜的 很结实的那种梭子蟹 然后下油锅 先用那个姜啊什么的 把油锅爆香 然后把梭子蟹放进去炒 然后加糖加盐 然后那个 哦还要先把毛豆也炒过 最后把毛豆跟梭子蟹一起烧 这毛豆就会吸好多好多 梭子蟹的那个很鲜美的那种味道 然后这道菜 我也是反复练习之后学会了 然后也给我的朋友走过 也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好评 然后我就觉得 啊我也学会了我妈妈的一些东西 我也希望可以把这个菜 传给我的女儿 对我还听到过一种说法 食传两代 盐传一代 就是你的食品 你在家里吃的东西 你可以传两代人 你可以传给你的小孩 你的小孩可能会传给他的小孩 语言一般传一代 就是你的小孩可能会讲 然后下一代可能就会慢慢生疏了 这个虽然是很伤感 但是怎么说呢 我是觉得至少还能传一代对吧 那在以后的事情 反正那个时候我也不在了 我也不用去care这些了 好啦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吧 然后这 哦我想说一下 我推荐书的一个原则 就是对一直会有出版社 想联系我 然后给我寄他们的书 然后想让我推荐书 然后我目前呢 除了跟艺林出版社 合作过一次 就是关于麦田守望者 本身麦田守望者 这本书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除此之外 没有跟任何的出版方 或者是图书公司 有任何的商业关系 有任何的合作 无所推荐的书都是我自己 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我才会推荐给大家的 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